原标题 他是我军升迁速度最快的将军 从普通战士到军级干部 只用了三年军功 是要靠一场场战斗磨练出来的 除了能力特别出众的人 一般人有可能花半辈子时间才能做到团长 但有一个人却能在三年时间里 从普通士兵成长为军级干部 其升迁速度甚至比林帅都要夸张 这个人就是上将王心廷 王心廷虽然出身小手工业家庭 但他的家长很有先见之名 咬牙分出一部分钱供他读书 这也被王心廷以后当政委埋下了伏笔 22岁时王心廷参加了红军 因为一参军就在战斗中表现得最勇猛 王心廷很快就当上了副班长 又因为王心廷有文化 很快就在士兵中脱颖而出 当上了连队文夫 紧接着连指导员牺牲 王心廷就顺理成章地填补空缺 后来徐向前遭遇敌人的围困 又是王心廷果断出击 率先与敌人展开熬战 成功拖到了援军抵达的时刻 一举歼灭了敌军 从此以后 徐向前就结识了王心廷 两人也成了至交 一年后的反围剿战斗中 王心廷用力齐功 当时在苏家部的敌军富于顽抗 眼看就要被消灭 但王心廷却突然提出停止交战 用大洋和回家等优待条件 劝说他们投降 这样已付出了一些金钱上的代价 却避免了红军付出更多的牺牲 这一战也充分展现出 王心廷政治工作的才能 于是在1933年 王心廷升任红12是政治部主任 又过了短短一个月 他就当上了新成立的红九军的政治部主任 用三年时间 从普通红军战士成长为军级干部 这可是一项空前局后的记录 展开全文抗战爆发后 随着红军的改变 王心廷的职务 也变成了八路军129师386 李政迅处主任 做了大将陈庚的政委 此外 与他同级的副旅长陈在道和参谋长李居奎 1955年的时候都是上将 王心廷的上将军衔也就毫无争议了 加上这支部队 还出了上将谢富智 中将王进山等等名将 可以说这支部队绝对是八路军力最厉害的一个旅 解放战争时期 王心廷的官职再进一步 做了第十八军团的政委 这可是军团级别的干部 在军队中可谓是凤毛麟角 但王心廷官职与此加封却很严格 他的陆个孩子中 有五个都选择了参军 却没有一个人能利用父亲的名声 因为王心廷的孩子的入伍资料上 只能填父亲的名字叫王进 身份也只是一个普通的参谋 要知道当时王心廷的职务 可是副总参谋长 所以后来当王心廷的孩子 靠自己成长为少将大校的时候 还有很多人都不知道他们和王心廷的关系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